国际会能全力所谓 思考政策 无法理解 蓝绿立委首举立牌各占据一方台风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一场内闹哄哄 通过台湾民众党党团仅限列之提议 因此其他党团的提议就不再处理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至今尚未审查 四号立法院会民众党团提案限立 也就是不处理临时提案 蓝白再度联手二度封杀赠预算 各地对我提出的 明年要怎么样来做系统性治水 等我争取立法院的预算 再来答复各位吧 只是除了立法院政府院长韩国瑜将其成外 在野阵营包含柯志恩苏清权张奇凯 陈超明没有到场投票 遭民进党立委林楚英酸 是为了政治操作牺牲国人的权益 确定还要代表国民党选县市长吗 不过柯志恩反击以地方救灾为优先 无奈绿营和侧义又故意找茬 可否少一点政治口水 但民进党日前才下令 要求党籍立委全情出席院会委员会 但澎湖立委杨耀也没到场 即使双方都有人没到 但表决大战绿营50票依旧不敌 蓝白核的56票 我们还是积极的努力 在今年度里面完成这个预算 我们时间还是有的 所以我已经再度透过我们的秘书长 跟韩国医院长要积极的迅速的 找一个时间 我们来解开这个结 蓝白持续搁置预算案 韩国瑜出手协调的和解犯 也因为台风因素延期 只怕总预算将会一路卡下去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